嗨 大家好 我是真化老师 我们今天来学习Google Meet的使用方法 Google Meet可以做线上教学以及线上会议 那老师部分就是线上教学的部分 那对象就是学员的部分 老师在线上教学的话 使用的Google Meet最好是这个电脑版 Google Meet有电脑版跟手机版 那电脑版的部分的话不需要安装软件 不需要安装APP 只需要登录到这个 mate.google.com的这个网址 这个连结进来 就可以开到这个首页 那在左方这里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会议 就是教室的部分 建立一个教室的包厢 那你必须要有Google账号 先登录Google账号 那在左方这里的新会议 它有三种形式来做这个会议的建立 第一个预先建立会议 你可以先预先设立好这个会议的位置 先把连结复制给学员 你可以把它传送到这个LINE的群组里面 学员的群组班级里面 你可以先把它复制 我们切换到LINE的部分 按右键贴上做传送 按Enter 传送出去 那当学员利用电脑去搜这个LINE群组的资料的时候 他也可以直接点选这个连结进来 他就登录到这个Mate里面 使用电脑版来登录 这一方学生端如果是用这个手机来去看这个Mate的话 参加会议参加教学的话 他必须要安装这个APP 如果是Android系统 他必须到这个Play商店去安装这个Google Meet的APP 那如果是Apple手机的部分 他必须到这个App Store去安装Mate 那如果是Android系统的同学 他安装好Mate要登录的时候 他打开LINE 利用这个连结点进来 就可以直接开启Mate进入会议 来观看老师上课的内容 那如果是这个Apple手机的话 iOS系统 他必须要登录代码 那代码的话就是斜线后方右方这一串 三个英文字母dash 四个英文字母dash 三个英文字母dash 这一串就是登录的代码 那只要把这代码输入进去 就可以到会议里面 这是登录的方法 是一个 先复制好连结进来 那第二个的话是直接发起会议 就是你点进去就直接开到会议里面 你就直接登录了 本身就登录了 那你再去复制连结邀请 这个意思 就跟刚刚的这个建立 预先建立会议一样 只是这个是直接登录 那这个的话就是 你还在按连结才会登录 那第三个 在Google日历中安排会议是说 比如说有好几个班级 那不同班级 你会有不同的这个会议室 那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连结的部分 而且你也可以先建立好 然后放在行制例里面 避免之后 你会忘记哪一个角色 你可以先新增好 那这个部分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做这个周期性的设定 比如说每个礼拜二的晚上 到9点 必须上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话 学员就是都进到这个连结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先新增好这个 课程安排放在行制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新增一个office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话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 7点到9点 那有重复 比如说还有五堂课还没上完 那我先做个字 从28号开始 还要重复每周 每一周 重复间隔是一周 是每周的意思 不是从这边输入五 这变成每五周了 每周的星期一 结束时间就是五堂课 5 按完成 这样子的话就是 从6月28号开始的晚上7点到9点 每星期一 这时间点 然后还要五次 重复了 重复五次 然后使用Google Meet 要做个会议 开个教室 那通知的部分 在30分钟前 在7点 就6点半的时候 手机会收到通知的部分 那我做图程的动作 就可以直接新增五次会议 放在我的行事里面 那时间到了之后 会提醒我 我可以打开在这里做连结 直接登录 这五次上课的部分 怕忘记就可以这样做 周期信的 那这五次的连结是一样的 同一个教室 就不用每一次都看一个 那全班的同学 就是星期一 或星期二上 就看哪一天上课 就直接进入到 那一个会议室里面 这样就不会跑错班 这是第三个部分 利用这个 在Google日历安排会议的部分 那我们来登录这个会议的部分 看看会议里面的分享画面要如何使用 好 嗨 大家好 我已经登录进来了 这是直接开启这个会议的部分 那直接进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复制 一样复制到 LINE群组 或者是FB的社团都可以 只要是 学生端对方收得到的地方就可以 那登录进来之后 如果你的课程是属于 可以动态的 他可以看到老师影像的 比如说是宜家课程 或者是开启犬 就是需要看到老师的动作的 那就是直接视序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必须要有这个 电脑桌面的展示的话 那就要必须用这个画面 分享荧幕画面的部分来操作 好 第一个 这有三个 第一个 你的整个画面 这整个画面就是你的电脑的桌面 就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这一块 就是你的整个画面 就是桌面的部分 你操作的每个动作 对方学生端都看得到 那如果是三个视窗的话 就是你可以先开一个软体 比如说像抛梦的软体 你先开好 那你点选它之后 它就是开那个软体 就是在那个软体里的局限 那如果你要播放的是影片动画 同时会有声音的话 声音跟影像的话 那你必须要用第三个分页的部分 它适合影片跟动画 那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分享你电脑里面的影片 给学生看的话 那你用了这两个 整个画面跟三个视窗 这个整个画面就是电脑里面的画面 可是如果是用这个方法去播放影片的话 它有以下没有声音 因为声音就是你现在讲话 我现在讲话的声音 不会播影片里面的声音 那三个视窗也不会有 那如果你要同时播影片里面的声音 而且还要让学生听到你现在讲话的 讲解的部分 那最好是用分页的方法 那分页的话就是要把档案放到网路上 网路上怎么放 你可以放到零砖影碟 Google零砖影碟 或者是这个YouTube里面 那我上方有做两个 我们先看第一个 你的整个画面 当我点选整个画面的时候 你要先选取哪一个画面 比如说我选这个画面按分享 那我现在画面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画面 我可以把它最小画 我看到的是桌面 我的桌面 所以学生专看到的也是全部这个画面 我可以开每个动作 他就可以看了一清二楚 我可以做电脑操作的画面给学生看 这是第一个 你的整个画面 可是如果要播放影片有声音的话 就没办法闪失 那我按这个停止共用回来 第二个是三个视窗 一样点选之后 你学你要显示哪个视窗 然后去点分享 选好之后按分享 那这边我就不展示 第三个分页的部分 那你必须要先把你要展示的分页影片 先开好到上方的视窗 免得这个 没办法选取 你要先按加 去开好你的视窗 比如说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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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当然这些要先把影片传上去 YouTube 或是放在应该影片里面 那我做分页的动作 我可以利用分页部分播放影片 我预录好的放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放在YouTube上面的 你可以听到影片的声音 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听到我讲话的声音 就是你可以一边讲解 然后一边看影片 这部分 那必须要用分页的方法来做 你要先把影片先放到YouTube上 或者是放在卓国云端 再利用NIT里面的这个功能 分享这个荧幕画面的部分 做分页 去展示这个影片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同时听到影片的声音 也可以听到我讲话的声音 这个是分享影片动画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到这里 那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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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